更是在双城记开篇那句著名的 这是最好的时代 也是最坏的时代 写的虽然是大革命前的法国 却精准概括了整个工业革命时期的矛盾 一边是升级机轰满 财富爆炸的进步狂潮 一边是工人全说在贫民窟 孩童爬进机器底下解门续的黑暗 现在我们处在工业革命引发的一系列强大的影响力 和埃尔时代更强大的冲击力之中 我们的现在至于前任的历史 既幸运又更加残酷 迪根斯的名言其实更适合现在我们的处境 埃尔越进步反而更多人过不好这一生 他笔下艰难实施的娇眉症 烟冲凌厉污水横流 就是卢德运动背后的社会缩影 炸机器的工人和迪根斯的愤怒本质同源 当进步的列车压过人性死 谁在车巷里谁在铁轨上 谁将享受到埃尔时代最大的红利 谁又将和埃尔时代平行不可相遇 埃尔时代可能看起来没有表面上那么血腥 但可能更加无情和残酷